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它这个IgonFunction的形式解 把它求解出来 那因为它们彼此有关系 它的上升下降 我可以用L正 可以用L负来调控它 但因为我们前面在算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个M的本身呢 有个极大值 它是被前面这个受限 而且前面这个其实就是L乘上L加1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上下线抓出来 我们先抓上面 最上面的就是YLL 假设我对它做一个L 这个已经是最高阶了 假设它的形式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其他阶全部都算得出来 我只要对它降一阶 就变成L-1 降两阶L-2 降三阶L-3 就是这样一直降下来 最后我们得到个通式阶 YLDM阶 M的平方一定要小于怎么样 M一定要在L跟-L中间 对不对 的这个范围 那在这种状态下面 它的解可以写成这样 其中PLM 是Associated Legend of Pony Explanetial Im Phi 本来就Lz的解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好像快要解除我们上次了 也是算个老半天 对不对 用极速解的方式 把这个算出来 很像 那现在剩下只有一个Normalization 把它Normalize 就解决了 OK 后来Normalization 好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先做第一个 好 它一定要等于1 或者是我把这个等于1 OK Anyway 所以呢 它要等于什么样 YLL 在这 这个 41次 我们就开始引入 41次 OK 有的人喜欢把它写成L L L 都可以 OK Either way 看看你要怎么写都可以 41次 一引入了之后呢 我们会变成CLL的平方 那我们就开始积分哦 前面的是sinL次方θ Explanetial I L P 我们这个 在前面要取个 Complex Conjugate 后面这个是sinL θ Explanetial I L P 不需要 我们对Omega积分 因为呢 我们现在只是角度而已 所以这样一来呢 这两个 Explanetial 刚好互相消掉 现在就剩下sin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会等于 Sin 那我们把 记住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OK 我们先把defi的地方把它记掉 因为fi已经cancel掉 已经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2π θ呢 会变成这样 这边sin的2L四方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sin 再defi 对不对 好 现在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稍稍微了解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要引入一些spatial function进来 好 我们再来 我们呢 let x 等于cosinθ 我们让x等于cosinθ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上面这整个的式子呢 就可以变成2π CLL的平方 θ从0到π嘛 变成cosin cosin会变成正一到负一 对不对 经过整理之后 它可以变成这样 好 现在问题是 这个要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入一个spatial function OK 这是γ方形 大家知道吧 这个知道 OK 所以我们这样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继续整理下来 等于2t 所以呢 1减掉x 就会等于2倍的 1减掉t dx 等于2倍的dt 那么这样一来呢 1 这整个式子 这整个式子就要往前前进了 2倍的 2l加1 0到1 t的l次方 1减掉t l次方 dt 所以我们把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 跟beta方权一比起来 我们发觉呢 它就是等于beta的 人家是m减1 你是 l嘛 所以这边会变成什么 l加1 这l次方 它是m减1 所以变成l加1 所以呢 它就可以更进一步写成 2π cll的平方 2的2l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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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2的2l加2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会等于2π cll的平方 2倍的2的2l加1 乘上l阶层 乘上l阶层 除以2l加上1的阶层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 因为它要等于e嘛 所以是不是cll就可以算出来 cll 因为它会等于 这一大串的东西的 导数的开根号 对不对 它会等于2l次方 l的阶层 根号 2l加上1的阶层 除以4π OK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cll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yll呢 马上就可以知道 在哪边 cll在这里 所以我把上面那个插掉 所以呢 cll我们就知道了 干嘛这么麻烦 我直接把它带进去 把它整理完 yll cll我们把它带进来 2的l次方 l阶层 根号2l加上1的阶层 除以4π 然后乘上sine的 l次方c的 exponential i m iL5 对不对 终于完成了 我把这个叫做第41次 更新的41次 只是再把它写上去 好这个是最高的这一阶 那么下来的怎么办 下来的我们不就是要按照 当初做的方式 一步一步把它做下来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 紧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先前的 这个假设的这个部分 摆好 我们说把这个降一阶 会变成这个 然后前面的系数呢 重新整理的方式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只要紧接着 再来做这两个 我们要让它等于1 OK 要让它等于1 那我们怎么让它等于1呢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它就会等于1 1 over h bar平方 clm clm加上1的平方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不对 那么假设这个地方呢 你再更进一步的 把它提出来 你发觉这边会变成这样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然后你再来解决这个 看到它会变成什么 它跟原来有什么关系 那你再来做就可以了 这个会等于什么 y正 y负 这边有 y正y负 y正乘上 l正乘上l负 会等于 l负乘上l正 再加上lh bar lz 对不对 或者是 下面这个 这个有吗 一个正一个负在这 它会等于l平方 加上h bar平方 lz减掉lz平方 对不对 好 通通把它丢进去 这边h bar平方 h bar平方 h bar平方 通通提出来 那剩下的会是什么东西 剩下是Igon value Igon value提出来 l平方呢 l平方会等于l 乘上l加1 对不对 这个呢 会等于什么 m加上1 这个会等于什么 两个相乘 减掉 m加上1的平方 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么一看就有两个了 所以 相减完只剩下一个 对不对 反正你要把它展开来 最后呢 你会变成 整理完之后 会变成l 减掉m l再加上m 再加上1 ylm再加上1 OK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 抄下来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丢回来这边 这个 再下来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 计算得到 ylm ylm 前面都照抄嘛 h8平方 除以h8平方 没了 就剩下前面的clm 除以clm 加上1的平方 后面呢 会变成 系数像 l减掉m l再加上m 再加上1 那后面会有两个 ylm 加1 跟ylm 加1的 自己的相传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说 我们这个的 期望值 会等于比它 高一阶 期望值 在前面再乘上 一些系数像 OK 那我可不可以 一样画乎如照抄 我怎么抄呢 我把它写成 ylm 加1 ylm 加1 我可不可以这样写 那每一个m都变成m 加1 那后面呢 就变成clm 加1 除以clm 加2 的平方 对不对 抱歉 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呢 这边会这边的 m会变成m加1 所以变成l 减掉m 减掉1 它会变成m 加1 所以变成l 加上m 加上2 那后面呢 ylm 加2 ylm 加2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 一直写嘛 那我可不可以 再把这个 其实就是它 我把这一整串 带到这边来 对不对 带到这边来 因为呢 我不晓得中间 但我却知道 最高的是什么 最高的就是那个l 所以呢 我们这样一带 进来之后呢 我们先稍微的 把它做一下 你看看 这个带进来 那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要乘上这个 你发觉 这个都互相杀掉了 所以上面是clm 下面是clm加2 对不对 所以这边不变 然后呢 把两个系数 统统乘起来 上面那个是l-m l再加上m 再加上1 再乘上 l-m-1 l再加上m 再加上2 那这边呢 ylm再加2 ylm再加2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 一路的伸 一路的伸 伸上去 伸伸伸伸伸伸 OK伸到最后面 你能够伸到哪边 伸到这个地方 变成l而已 对不对 伸到最后面 这一边呢 要变成 抱歉 这个我重新 好了 前面就一大票的系数 干脆 这个把它提到这边来 越减越多嘛 对不对 剪到最后面 有个会是1 那l加下上m 再加上1 l再加上m 再加上2 加加加加到2l 会有这样子的 整理一下 它会等于什么 clm cll l-m 的阶层 2l阶层 除以 l再加上m的阶层 yll 干脆 这边先写 这两个会等于什么东西 1 它normor来子之后 写成这个样 它normor来子之后 当然就等于1了 这还用看 所以这个就不要了 cll有没有 告诉我们等于什么东西 由 这边已经告诉我们cll 已经等于什么了 算出来了 这一大算叫做cll 所以我们clm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来 这边也要等于1啊 假设我把它normorize 那么我clm 就等于cll 然后把它摆过去一下 l加上m的阶层 除以 2l 刮虎的阶层 抱歉 这个是刮虎 l减掉m的阶层 OK 那我们整理一下 cll把它带进来 2l次方 l阶层 根号 2l加1 除以 四拍 根号 l加上m 阶层 除以 l减掉m 的阶层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那么这样一来呢 ylm 它就会等于什么样的东西 负1 的m次方 除以 2l次方 l阶层 根号 2l加1 除以 四拍 根号 l再加上m 的阶层 除以 l减掉m 的阶层 plm 我们终于将这个部分算完 但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上面在算的时候 我们直接都把m当作一个正的数值再计算 但是我们知道m的分布可以从正l一直到达负l 对不对 这个领域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就必须要把另外的一些东西摆进去 ok 把一些东西摆进去 所以呢 我们呢 需要另外的做 不过基本上我们用这个来看的话 已经差不多了 ok 已经差不多 因为紧接着下去呢 我们 因为这个是用下降降阶阶的 对不对 降阶来做 那我们在下面呢 我们要从底端那边再把它升级在身上来做 ok 等于说这个是从正l一路往下降 那我们要另外从负l一路往上升 ok 你在中间会mit在一起 这样 好 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 不过基本上解已经解出来了 right 解已经解出来 这个解呢 跟各位上次所得到的解 完全一样 ok 完全一样 只是复杂一点而已 ok 只是复杂一点 ok 来 最后几件事情 我们今天就要结束 然后最后呢 有两个homework 你们回家做一下 ok 都是这些操作 但是我不会 这些很复杂的 我只是告诉你 它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了解这个物理学家 在数学很强的时候 凑答案功力也是一流的 对不对 它可以把它凑到 跟你另外的解法完全一样 但重点不在于这几个东西 重点是在另外的一些用法上面 好来 请我们记住一下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the spherical harmonic function ok 它是怎么样 它是这个 eigenfunction of L平方 and Lz 正式一定 所以呢 我们根据前面呢 的这一些呢 第十四 跟第十七 不是 它告诉我们 ok 还有另外一个 他一定要这个样子 假如说你来计算一下 因为这边呢 可以变化 对不对 所以你来计算一下 L平方的矩阵呢 它会形成什么样一个 一个矩阵 L有很多种L 对不对 我要从0开始 L等于0 M 没有选择 一定要0 L等于1呢 M可以是什么 E0负1 对不对 好 那是Lz 我写在这边 应该够吧 所以它有1 0负1 ok 它是对角线 但是L平方呢 L等于1 1乘上1加2 变成2 2乘1就是2 2 2 L要是等于2呢 2乘上2加1 变3乘2 变6 6 好多个6 那变成2的时候 它可以2 1 0 负1 负2 你要是直接的来看待它 你可以发觉 它的矩阵呢 是对角线的 ok 这边通通都是0 这个也是对角线的 这边通通都是 ok 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构 同时 在我目前这个状态下面 因为我们刚刚说 normalization都是独立的 对不对 你不同的 接不同的normalization 现在 请你们按照我刚刚给你的这些东西 你回家计算 证明 几个式子 第一个 ok 这样子 证明这个 正负 ok 我把它一次写进来 负正 正负 正负 ok 这样子 请你证明上面的这个式子 那么 请问一下 L正的矩阵会变成什么样 L负的矩阵又会长怎么样 请大家 还有最后一个 Lx的矩阵会变成什么 记住 这个是矩阵的意思 ok 请大家回家坐一下 好 基本上 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将我们要讲的东西 全部讲完了 这个 我 没 都 我们